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对你轻声说 我愿意 我对你大声说 我爱你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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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值得深交 子芊 你在娘的心目中 可是一个乖巧 懂事 聪明的孩子 千万别干一些愚蠢的傻事 让娘失望哦 有道理 好了 跟你说正事 明天程家大小姐 就要到我们顾府来了 你要好生的招呼 知道吗 程家大小姐那是大哥的人呢 我去做什么热闹啊 你怎么那么死脑筋 趁这个机会 你好好招呼程大小姐 如果你们好上了 我们不就可以借程家的力了吗 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不喜欢那什么富家千金 他们又无聊 事又多 是吧 那您喜欢什么样的 我自然会带给您箭的呀 找到了 你还没关系 好像还没有 讨厌 行了行了 时候不早了 早点睡吧 我送娘 不用了 袁装去送吧 服人慢走 夫人 都看到些什么呀 夫人 您绝对猜不到 连心都看到了些什么 有趣 小姐 醒啦 小姐 醒啦 秋香 我怎么感觉我头有点疼 小姐不记得了 你昨晚回房时 一不小心撞到门上了 是吗 我怎么感觉身上也凉嗖嗖的 其实窗户开得大了 我等会儿去关上 我总感觉昨晚好像发生了 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什么事啊 不知道 什么事呢 婉儿 听说你昨天感冒了 给你带了点菊花茶 谢了 给 对了 昨天你怎么没来找我们会合啊 昨天我没找到你们 我就直接回来了 我听说程小姐快到了 你要让我去凑个热闹 要不要一起去啊 程小姐 哪个程小姐 还能是哪个程小姐 奶奶请来的那位啊 我生病了 热闹就不凑了 要求你自己去吧 你病得这么厉害 他们一会儿还设了宴 给她接风洗尘呢 要不我跟奶奶说一声 帮你推了 那个 我病得太重了 我不送你了 你自己走吧 那我走了 小姐 你这装得也太假了 二少爷又不傻 好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逃避人生吗 虽说这程小姐 只是大少爷的青梅竹马 跟大少爷那还是八字梅一撇 但你这样 不是长敌人志气 灭咱们威风吗 哎 知道大户人家的孤嫂关系 有多复杂吗 这可是头一次打照面 你可不能不战自败啊 我 战什么战 病真的没看了吗 我这什么战 我这什么战 病真的没看了吗 病真的没看了吗 你这什么战 为了咱们大少爷的终身幸福着想 你必须正面归一归这个程小姐 干什么呀你 秋香 秋香 秋香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让管事扣你的岳父银子 什么长敌人志气灭自欺威风 弯里一透一透 算了 就去看一看吧 反正也不会少宽容 来 在干吗 如大夫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问问你那个节酒丸使得如何 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的事严习都跟我说了 我这个人优点特别多 排名第一就是嘴巴严 药效如何你快说说呀 药效确实不同方向 真的假的 那吃完之后 什么感觉 感觉 来了 芫茜哥哥 你帮我个忙呗 干吗 那个女子 你看到没有 一会儿啊 你想办法把她面纱接了 我去告诉你 小事儿 包在我身上 芫茜 还好巧啊 如荫 你怎么在这儿 我要去城南的药房配药 刚好路过这儿 跟你打上招呼啊 城南有药铺吗 这 城南有家新开的药铺 那我就先走了啊 再见 delayed 我 没有 危险 不 悲老 丢 劲 次 卡 好 好美啊 谢 谢 谢谢啊 公主客气了 这位姑娘好生面熟啊 敢问姑娘大名 千蕴 她是我的好朋友 如荫 如大夫 啊 如大夫好 小女姓陈 名千蕴 啊 素额银矣 白玉礼 羽衣齐舞 千芙蓉 千语 千语 好名字啊 是 话语的语 话语 话语 额尔雪柳 黄金铝 笑语盈盈暗相去 好名字啊 数十是好名字啊 颜夕哥哥 我们快进去吧 嗯 奶奶也该等急了 如荫 我们先走了 好名字啊 大帅也好 大帅也好 是 千金大小姐已经闪了 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嗯 喂 你怎么进来了 我偷偷溜进来的 专门来找你的 找我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那解酒丸的效果了 那药丸根本就没用 你害我出了好大的仇 没事 这新药的研制过程当中 失败是必不可少的 俗话说得好 失败那成功之母嘛 再说了 也没人关心你出不出仇 对不对 你 我这次来吧 是来找你帮忙的 你觉得方才那位姑娘怎么样 挺好看的呀 那跟我 合适吗 你和她 你知道她是谁吗 谁啊 她可是顾芸汐的青梅竹马 芸汐的青梅竹马 那这么说顾芸汐很了解她了 到时候你帮我好好打听打听 她平时喜欢吃什么玩什么偏好什么 最喜欢哪一款美男子 你知道的吧 人家可是扬州堂堂大商户的千金大小姐 那特意跑出来一趟也不是白溜达的 我明白也很理解 有缘千里来相会嘛对不对 缘分这个东西来了谁能挡得住啊 到时候我俩要是成了 你也 我也 嗯 嗯 蜘蛛大夫 这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太合适的 你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帮我俩再见上一面 好环境一下我的相思之苦 相思之苦 嗯 你这才进来不到半个时辰 你怎么就相思之苦了 我现在 我现在简直是度时辰如年 知道吗 现在仿佛有只猫在抓一样 抓呀 只是见上一面吧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说 不过啊 我都已经帮你试药了 那我弟弟拜师学艺的事呢 我当什么事呢 包我身上了 好吧 那到时候等你回去了 我给你消息 感谢 严夕 如荫 你不是去承担配药了吗 怎么来我府里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是来看 那个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了 没 没什么 就聊了聊天 看来这如大夫不仅医术高明 交朋友也很有一套 几句话就把人哄得这般开心 是啊 哥哥所言极是 哥哥 我昨天晚上喝醉了 没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吧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我到底做什么了 你都会忘了 自成年 你都会忘了 她 不记得了 你的 你也会忘了 恐怕 行了 金蜂叶马上就要开始了 奶奶让我来叫你 你看你这手脏的 我 赶紧回去收拾一下 别让千语等着了 千语 千语 一口一个千语 你叫得可真清热 男为婚女为嫁 名字都称呼上了 打过人家的少爷 真是不矜持 不检点 你要烫死我呀 大少爷说你昨晚着凉了 让我务比 给小姐吸收的时候 用热水 我再去打点凉水吧 糖一泡蛋就想收买我 想得美 不错不错 奶奶 奶奶 快坐下 久闻千语啊才冒双全 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那是 千语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她的相貌才艺都是顶尖的 奶奶 姨娘 现丑了 谈得真不错 奶奶许久没有听到你的琴声了 很是想念 婉儿 快过去见过千语姐姐 婉儿见过千语姐姐 这位就是婉儿妹妹 真是位清秀家人 姐姐谬赞了 对了 这个镯子是我自小戴在身边的 小小心翼 还望妹妹不要嫌弃 不用不用 我有 我自己有 婉儿 千语姐姐不是外人 她要送予你 你就收下吧 哦 那谢谢千语姐姐 不客气 好好好 都快坐下吧 谢谢奶奶 谢谢奶奶 可惜 你瞧瞧 颜希和千语这俩孩子 真是要多般配就有多般配 是啊 母亲 真是没想到啊 这一眨眼 当年的小姑娘 竟然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千语小时候 总是追在颜希后面 吵着要嫁给哥哥呢 奶奶 看来我们疏忽了婉儿了 婉儿 刚刚千语弹奏异曲 想必你也寄养难耐 要不要给我们也展示一下 你的才艺啊 姨娘 我不用了吧 怎么了 何时变得如此谦虚 过分谦虚 那可就是虚伪喽 是啊 婉儿 奶奶也没见过你的才艺 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家人 你就好好地展现一番 我们自家人乐呵乐呵 就是呀 快去吧 动狼 你来看 树上的牛儿 成双对 鹿水青山 带休啊 这 婉儿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忘词了 右一护 娘子 然后呢 夫妻双性 把家还 一耿天来 我只不 我挑水来 你较远 暗阳随波 能比风雨 夫妻恩爱 苦夜间 你我好比原阳阳 我好比双飞 在人间 好好 这唱得什么玩意儿 乱七八糟 姨娘莫怪 我之前教婉儿写诗 她总记不住诗的韵 所以我就叫二弟 带她练练戏曲 找找余感 是啊 我也就跟着 学了一点 虽不是什么天籁之音 倒也唱得活泼可爱 正是合了婉儿 帅直的性子 婉儿 子芊 别愣着了 快回来坐下 快坐下 子芊 赶紧过来坐 坐下 你跳得可真可爱 您开心吗 母亲 有件事情本不当讲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您知道一下 你说吧 我听说昨晚婉儿在外摊杯 居然喝到酩酊大醉半夜才回来 方才恐怕是夜醉未消 所以才手抖把杯子打翻了 什么 堂堂顾家小姐竟然在外面喝个大醉 这怎么行啊 母亲 别急 身子要紧 母亲 您也想想 婉儿打小就离开家门 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礼仪规矩 自然不能跟那些名门闺秀相比 偶尔犯点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现在她已经回到姑父了 相信日后慢慢引导之下 一定会教导好的 是得严加管教了 你传我的话 给婉儿布置抄写女戒 也让婉儿知道女孩家的规矩啊 是 母亲 好 颜夕哥哥 起这么早啊 贵妃寿臣临近 封官的宫期耽误不得 颜夕哥哥为了赶持封官 想必是日夜劳累 这样下去身体会吃不消的 不如千语陪颜夕颜夕哥哥出去散散心 休息休息 我今天事情很多 你要是想出去散心 我让元和给你安排一下 不 不用了 不用了 颜夕哥哥尽管去忙 不用为千语费心了 小姐 少爷他怎么这样啊 别急 我们看看奶奶去 颜夕这孩子啊 你就放心吧 这事就由奶奶来长了 奶奶 我跟你奶奶是好朋友 没出嫁前我俩亲密得很啊 你呀又是我看着长大的 奶奶呀可是最喜欢你这小模样了 在你小的时候 我就和你奶奶说好了的 让你和颜夕长大的结亲 我呀可是一直盼望着你进门哪 那千语就先谢过奶奶了 好好好 好好好 华儿 来 谢谢奶奶 你呀 别怪奶奶管叫你严格 这都是为你好 你好好在房间抄书 哪儿都不要去 收收你的信子 不然奶奶可要好好地罚你 是 奶奶 千语啊 看你瘦的多吃点 谢谢奶奶 千语 你就放宽心 有奶奶在 你和颜夕的事情包在奶奶身上 可是按大哥的性子 还是勉强不来的吧 这有什么 颜夕年轻不开窍 所以奶奶这次 把千语请到府里来小住短时间 促进促进感情 奶奶我可是过来人了 等颜夕一会儿过来了 你们啊 就看着吧 那千语就先谢过奶奶了 颜夕 奶奶 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最近一直赶着奉差辛苦了 奶奶呀 让厨房做了些好菜 犒劳犒劳你 还叫了两位妹妹做陪 快来坐下 是 来 多吃些 多谢奶奶 芸汐呀 你一直赶着奉差 身体会不会吃不消啊 我还行 多谢奶奶关系 顾家的生意重要 你的身体也重要啊 总是待在工房对身体不好啊 你也出去走走 芸汐出来乍到 你也顺便带着她一起去逛逛啊 芸汐妹妹要是想出去的话 我找人给她安排一下 你就这么忙 你还能去哪里 你还要带着啊 我真是一个东西 奶奶 我也要去 你去什么 好好在房间抄书 哪儿都不要去 谢谢奶奶 千语吃饱了 正好回去准备准备 快去吧 你去吃饱了 奶奶 我也吃饱了 奶奶 我也吃饱了 奶奶 我也吃饱了 我没什么需要准备的 我就回去躺着了 怎么不多吃一点啊 我儿病还没好 胃口不太好 那便就赶紧回去歇着 奶奶 奶奶 这次带千语出去游玩 是进地主之意 以后您别关我的事了 我说你呀 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 千语这么好一个女孩子 人长得漂亮又温柔 人家还对你八心八肝的 她这么远赶过来 你倒好 对人家爱搭不理的 奶奶 在我心里我只把千语当妹妹 对她没有别的心思 何况苏儿年纪还小 不必着急 你不急我急呀 我都快替你急死了 不行 你就按奶奶说的 好好去做 多和千语促进促进感情 早日成婚 争取啊三年爆俩 我可告诉你呀 我崇孙儿的名字 都取了五个了 奶奶 我看您也吃得差不多了 苏儿就不打扰了 您早下休息 奶奶 芸汐告辞了 芸汐 还害羞啊 我和千语促进促进感情 你现在要怎么做 你这怎么做 你怎么做 要我不做 可知 你怎么做 我崇孙儿的名字都娶了五个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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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小心 大夫说呀 又是儿子 这是我们顾家第三个儿子了 是五个 五个 大夫说日子里头坏了三个 三个 三个 真是天佑我顾家 我听听 你要喜欢啊 我再多给你生三个 多给我生三个 那我们就有 八个孩子了 八个 八个 不行 我可不能任由他们约会 我自己在这里坐以待毙啊 小姐 谁要逼了你啊 没什么 秋香 你过来一下 对了 秋香 我明天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我必须得走 你能不能帮我抄一天书啊 小姐 不行 老夫人都吩咐了 没有她的允许 不准您踏出房门一步 这要是被发现了 老夫人不会轻饶我们的 好 秋香 你就帮帮我吧 我明天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必须得走 秋香 你最好了 我求求你了 你帮帮我吧 那好吧 好 少爷 您早点休息吧 嗯 她不是下人 她是顾府的小姐 顾婉儿 元赫 我明日出去 你都找些人保护苏小婉 别让她一个人乱跑 嗯 是 少爷 嗯 嗯 风吹起你的发丝 你回眸那一身 雨月光 照进我的心 并封住我的思绪 茫茫人海的相遇 满心唤醒 凝望你的眼睛 又闪烁星星 是我最甜梦境 脑海被你的容颜 慢慢笼着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万万不远 内心在呼喊 努力间指间触碰 暗自启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的意义 今生之缘 今生之缘 白头于你 鲜算岁月的点滴 化为甜蜜 你如盛开桃花 晴天的何方 融化我 融化我的冰冷 我还被你的容颜 满的笼罩 我无处可逃 你身影别再离开 万般不远 内心在呼喊 内心在呼喊 一天之间触碰 暗自启动 脸庞的粉红 你是我奋不顾身 的意义 今生之缘 白头于你 照이는 可彦 词